欢迎收看7月5号的大新店地方新闻 我是赵方琪 马上带来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实定观光发展协会举办导览志工课程 许多返乡游子参加培训 帮助实定推展地方观光 实定和苹果小开设暑期环保玩具营队 让小朋友利用竹筷子、瓶盖、橡皮筋等工具 动手做出环保玩具 新店地震行动一郎 展出经济部国画社连展展期到9月底为止 新店区出现肠病毒重症 新北市卫生局列入肠病毒高危险区 长照1.0不符合国人需求 因此2.0在2017年上路 诉求看得到、找得到、用得到 实定观光发展协会举办连续8周的导览志工培训课程 在最后一堂课特别规划了12个导览点 让学员们能够实际操作导览说明 协会理事长林淑芳就表示 学员大多是返乡的游子 对于实定有许多回忆故事 所以希望透过课程 除了让学员能够深入了解实定的历史人文 也期盼能有不同的故事和游客分享 为了强化地方观光提供更完善的服务品质 实定观光发展协会在行政院农委会水保局台北分局的支持下 举办导览志工培训课程 协会理事长林淑芳说 参加导览志工培训的学员大多是返乡的实定人 透过课程除了可以更了解实定的历史人文 更希望借由这些学员对于家乡的情感 在导览之余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故事可以跟游客分享 我以前小学的同学跟国中的同学 然后一起回来这地方 然后因为他们对这个地方 就是对自己的家乡有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他们在导览的过程中 他们可能可以给游客的是另外一个故事性的东西 而不是单纯的只是导览 这次的导览志工培训课程历经八周 每周一次每次四小时 并且结合室内静态课程和户外的走读 邀请了社大讲师吴志庆 以及在地文史工作者方喜玲 和地方齐老口述故事传承 而在最后一堂课中 特别规划了12个导览点 让学员们实际操作导览解说 邀请我们地方的齐老 就是回来说故事之外 还有邀请我们在地的温室导览老师 就是方喜玲老师 对他也来指导我们 然后我们也从外面聘请了一个专业的 田野调查的老师 因为他在社大就是带过很多的团 所以他就是进来 然后告诉我们很多导览的技巧 然后跟怎么样做田野调查的技巧 那学员其实都受益良多 参加培训课程的学员一共有15位 大家都表示从小在石定长大 后来离乡外出工作 对于家乡有着许多回忆 这次有机会参与导览培训 不仅对于石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也希望未来能够回馈家乡 带领更多人一起来认识石定 也了解一些文化跟一些生态 那我觉得我们同仁 就学员之间也是相当的棒 大家都分工合作 然后每一次出来的时候 都会踊跃发言 所以我这次能够参加 这次的导览课程 对我来说是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经验 而且我也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 也可以服务给我们的其他的游客 经过这一次的导览的课程 让我了解到 我原来石定的历史是很不一样 是这么的丰富 那我觉得说 经由我们的参加 我们的投入 也可以重新创造石定的繁华 更希望留给我们石定的下一代 一个不一样的石定 在这次的培训课程中 值得一提的是 老师会透过学员写的报告 来了解他们对石定的印象与想法 在报告中 许多学员们都藏了自己对家乡的告白 协会理事长林淑芳就表示 未来这些学员都将成为石定导览的一份子 希望每一位来到石定的游客 除了看见石定的山水之美 以及认识人文历史之外 还能够感受到石定人 对于家乡热爱的这份情怀 记者杨宝友 赵芳琪 石定采访报道 石定和苹果小在暑假期间 开办了环保玩具营队 邀请了退休校长蔡清风 带领小朋友利用随手可得的橡皮筋 瓶盖 以及宝特瓶和竹筷子等素材 动手做出环保玩具 小朋友都说能够自己做玩具相当的有趣 同时也明白了要珍惜资源 爱物习物 将竹筷子用胶带缠黏在宝特瓶 或者是废弃的水壶上 小朋友专注的动手制作这个小型的投石器 这是石定和苹果小在暑假期间 开设的环保玩具营队 一连五天利用随手可得 而且能够回收再利用的素材 像是橡皮筋 瓶盖 宝特瓶等等 让小朋友可以自己做出环保玩具 让它这个地方能绑住 你看哦 来你自己绑 多绑几次 就是绕 绕这条橡皮筋 绕过去 然后这条橡皮筋我帮你拿着 你知道 好 绕这条橡皮筋哦 不要让他跑出去对不对 所以你要多绕几次 担任环保玩具营队的老师蔡清风 其实是一位来自台南的退休校长 他表示退休之后 就致力于亲职教育的推动 后来发现 透过玩 不仅可以增进亲子关系 也让孩子有机会动手做 动脑响 而他就将自己小时候的玩具 就近取材 复刻出来 带领孩子动手做 小朋友们也直呼 能够自己做玩具实在太有趣了 自己动手做会比较有趣 如果用钱买的话 也没有自己的创意 会觉得玩一下 哎呀就腻了 就不会想要自己玩 包含溜溜球 然后和 溜溜球和 陀螺和 我们今天做的投石器 这我们都是用一些 别人不用的废弃物 然后加工制成的 所以非常的具含经济性 经济实惠 然后还有富航环保的意义 让他们动刀动剪 甚至在组那个胶的时候 让他们都自己自己来 从一个每一个动作 让他们自己来 所以使用工具能力 以及就力取材能力 想象力跟创造力 能化为实践的 让他能完成他自己的玩具 这样能力的培养啊 用几个瓶盖组合 就能够做出溜溜球 或者是在桌上盯上几个钉子 套上橡皮筋 就成了毛毛虫闯关的游戏 和平国小校长江梦佑就表示 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让小朋友拥有一个快乐的暑假 并且养成爱物习物的观念 像宝特瓶 像橡皮筋 竹筷子 这些都是很普通的 如果没有在利用的话 它就是一个垃圾 要处理它 那如果 好好的把它拿出来 让孩子可以来动手做 那就变成一个资源 带着孩子做玩具 让自己一直保有赤子之心 被大家称为清风大叔的蔡清风说 以前的年代要玩具都要自己做 现在则只要花钱买就有 反而使得小朋友不懂得珍惜 透过自己动手做 并且利用环保素材 不但可以传达珍惜资源的观念 也让孩子有成就感 同时还激发了创造力与想象力 记者杨宝耀超方琪 时定采访报道 新店地震事务所行动一郎 邀请经济部国画社 举办末运野去国画展 展出的期间 从即日起到9月27号为止 邀请喜爱艺术的民众 一同前往欣赏水墨之美 新店地震事务所行动一郎 本季邀请经济部国画社 举办末运野去国画展 经济部国画社学员 主要是利用中午休息时间 演习国画 虽然每周只有一天时间 多年来也培养不少学员 对国画的兴趣 到现在有些学员 虽然已经退休 还是持续参与 我感觉整个会因为这样子 会提升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讨厌 我们的心情 对对 让我们可以在工作很忙碌的时候 我也可以拥有一个找到自己的兴趣 我蛮羡慕人家就是可以画一幅大的作品 然后放在那个展场上面这样子 对 所以我就有很强烈的欲望来参加这个国画社 我比较喜欢国画的意境 水墨的意境 所以我会加入 而且小时候也很喜欢画画 经济部国画社是聘情享誉国际的赵松云老师指导 由于研习时间不长 因此老师透过自然简易的方式 带领学员轻松作画 共同学习笔墨之美 而学员主要是以山水花鸟为题材 领兰派协议画风 作品清雅精致 从那个简单的基本笔法四君子 梅兰举足开始 跟老师学习 在课堂上学习 对 然后当初其实 一些简单的笔法看来很简单 但是我可能一篇 一篇竹页我要画了两三个月 才画出那个竹页的那个形态 我学到老师蛮多的那个 画写意方法的那个技法 然后还有 就是水墨浓淡去调整的那个方式 对 那还有就是那个颜色的拿捏 我没事的时候我那边画 画完了 然后我就自己挂着那边自己欣赏 觉得还不错 然后画久了慢慢你会觉得你有进步 无形中的进步 新店地震书所主任 廖居龙表示 地震一直致力于提升民众洽工 与同仁办公场所环境品质 这次的水墨画展让地震增色不少 也让大家可以接受艺术陶冶 水墨的作品其实都栩栩如神 不管是动物的画作或是 花鸟的画作 那其实带给我们都有不同风格的感受 那也提升我们的艺术的气息 另外新店地震也欢迎各界艺文工作者 艺术团体以及学术单位 可以踊跃到地震展出 让艺术更贴近民众生活 记者陈林平张门奇 新店采访报道 接下来这则新闻邀请家长们注意了 新店区出现一例肠病毒重症 因此新北市卫生局把新店 列入了肠病毒高风险区 呼吁家长们要特别的留心 并且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 例如孩童口腔手掌或者是脚掌出现水泡 病童发烧等感冒症状时 要尽快的就医治疗 新北市从6月24日起 因为一周内有超过1800例肠病毒急诊个案 正式进入肠病毒流行期 而新店区因为也有一例肠病毒重症 因此新北市卫生局 已列入肠病毒高风险区 呼吁家长要特别注意 另外也提醒托育机构 务必要遵守7天内 如果有两个幼童感染肠病毒 该班级就必须停课7天 目前肠病毒所流行的主要为肠病毒71型 与第68型 71型容易引起中枢神经病发症 第68型则可能造成呼吸道或是神经系统症状 家长如果发现婴儿出现嗜睡 意识不清 手脚无力 持续呕吐 呼吸急促或是心跳加快等症状 一定要立即送医治疗 此外70型肠病毒容易引发脑膜炎 心肌炎 心肺衰竭 甚至死亡 而且数年内会发生一次大流行 由于今年在社区已经发生不少轻症案例 而且较往年来的多 所以推断今年有可能为大流行年 民众要提高警觉 注意个人卫生 经常使用肥皂洗手 如有口腔 手掌 脚掌出现水泡 并发发烧等感冒症状时 请就医诊治 记者声明站们齐 新店采访报导 广告后是新闻声音点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看球赛干嘛这么累 有了数位录影机 全部可以预约录 精彩画面可以暂停重播 看几次都行 随时可以轻松看 老婆爱看的戏剧 也可以整套录哦 有了数位录影机 不怕漏看精彩节目了 快播2917 3939 大兴电数位电视 自从我装了Home Security居家防护 手机一点就可以看到我的毛孩 除了看他好不好 也可以让自己心情好好放松一下 一通电话安装到好 真的很方便 有了Home Security居家防护 让我在煮饭 洗衣服的时候 可以很轻松的看到孩子在做什么 你用事情做到一半 还要跑到房间看孩子 真的让人很安心 居家防护 一通电话安装到好 快播2917 3939 大兴电宽屏 台湾人口老化问题越来越严重 长照需求相对增加 因此长照2.0在2017年正式上路 主要增加了服务对象与项目 同时也简化了申请条件与程序 希望让更多有需要的民众可以获得帮助 随着医疗的进步 国人平均寿命已达80岁 相对的因为老化与多重慢性疾病的影响 长期照顾需求随之增加 为了医院长照问题 台湾从2007年开始实施长照1.0计划 但10年下来因为预算少申请限制多 导致成效不如预期 51万需求者当中大约只有三分之一 17万人使用服务 甚至很多民众转而申请外籍看护 不符合需求的长照1.0期待修正 因此长照2.0在2017年正式上路 并且喊出看得到找得到用得到口号 过去长照1.0的时代呢 很多服务都是分开提供给民众的 这对民众来讲是一个比较辛苦的事情 当你需要居家服务你要自己去联络 然后当你要需要日间照顾 你要自己去联络 可是到了2.0之后 它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是说 它强调的是一个整合的照顾的概念 那更希望的是说 让民众在使用的 因为它的服务对象的上面也扩大了 跟过去有很大的不一样 服务项目也变多了 申请管道也开始有更多元的申请管道 那这样的话对服务的项目的弹性也开始增加了 所以这个部分对民众来讲 有一个单一窗口的整合 其实是2.0跟1.0一个最大的不同 长照1.0的服务对象包括65岁以上老人 55至64岁的山地原住民 50岁以上身心障碍者 65岁以上仅仅IADL失能且独居的老人 而2.0的服务对象年龄大幅下修 也让副对象从51万人增加到了78万人 增加部分包括49岁以下身心障碍者等四项 50岁以上的失智者 以前在失智的部分 它并没有把它那么明确地把它 拉到我们长照的对象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 55岁以上的住在都会区的原住民 以前就是讲的是 比较是住在原乡的原住民为主 那还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衰弱老人 这个部分也是一个新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长照不是只有看失能 它除了看失能看失智 还有看你可能潜在会变成长照的对象 所以它还延伸到说65岁以上的衰弱老人 也是其中的服务对象 在服务项目长照2.0从原本照顾服务 居家护理、附件服务等8项增加为17项 新增部分包括了小规模多机能 失智症照顾、家庭照顾者支持 社区预防性照顾 预防或延缓失智与失能 行街出院准备、居家医疗 原住民地区整合性服务、社区整体照顾模式 其中最重要的核心概念就是 向前延伸预防阶段 向后延伸安宁服务 让民众在生病前、生病后 都能获得服务与照顾 预防延缓失能 那这个是以前比较少见的 以前我们大概就是 在健康的社区关键里面 大家唱唱跳跳啊、然后运动啊 可是现在长照2.0 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去找出来 你可能叫做衰弱症的老人 那意思是说什么 因为你年龄老了之后 你的肌肉会变少 他们叫肌少症 那我们就去找出这种潜在的对象 去强化他的肌耐力 像我们新北市卫生局在推动健康 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说希望长辈能够正确的运动 去培养他的肌肉的强度跟耐力 那这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 比较不会跌倒 因为你可能老人就是 没有力气站起来就跌倒了 或者是坐太久再突然站起来 或睡觉再突然站起来 都是跌倒的高风险 所以你先要帮他做好准备 让他有比较好的肌耐力的话 其实对长辈来讲 因为跌倒是失能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而新北市政府目前也积极 与辖内舌家医院合作 推动衔接出院准备服务 将被动化为主动 减少家属出院后等待服务的时间 中风的病人是很容易变成长照的对象 跌倒髋关节致患的病人 也很容易变成长照的对象 还有插管的病人很容易 所以医院就在里面找 我这几种类型的对象 可能有可能回家会需要用到长照 他就主动帮我们把这个个案找出来 然后Pass给我们的长照管理中心 那意思就是有照管中心 会主动跟这个家属联络 在他出院前就会跟他做评估 帮他连结长照服务 另外卫生局强调 居家医疗也是长照2.0中 竭力推动的一项服务 特别像新北市 我们有很多老旧的公寓 其实上下很不容易 所以这种就医不变 对于高定者来讲 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 那甚至子女要为了这件事情 要特别请假回来带他去 所以后来呢 就有一个居家医疗的服务 那居家医疗的服务呢 主要就是说 你只要是就医不变者 其实你可以申请医师到你家 来帮你看诊 这个民众要如何申请长照服务 除了透过各县市政府 长期照顾管理中心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打电话 到长照服专线1966 长照中心便会派专人 到府评估照顾需求 提供所需要的服务 记者生平站门期 新店采访报导 接着来看 899元 专案强洽2917 39 39 39 HD148自由选高画质频道组 年约半年缴再讲好理四选一 专案详情请上官网查询 或洽客服专线2917 39 39 大新年客服 APP 可进行账务服务 障碍报修 还可进行节目查询 接收最新优惠专案 还可通过手机 进行远端录影 马上下载轻松又方便 防治登革热 请清除不需要的积水容器 以避免蚊虫滋生 另外平日到户外环境活动时 请穿着淡色长袖衣物 并于皮肤裸露处 涂抹防蚊药品 以避免遭受蚊虫叮咬 预防肠病毒 请正确洗手 并养成不乱摸口鼻的习惯 照顾或接触幼童者 应注意个人卫生 避免将病毒传染给幼童 生病时应尽速就医 并且请假在家休息 另外一边 有哪里 那么多人 散开 不顾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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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